吴卓琳被30岁女友全面操控。吴启力你亲自飞加拿大拯救女儿。 小龙女吴卓琳离家出走事件闹得沸沸扬扬,连美国使人、英国《每日邮报》等都进行了报道。 饱受困扰的吴启力受到港媒的追访,她没有透露是否已跟女儿娶的联络,会否到加拿大接她回家等问题,只说,要讲的已讲了,没有话再讲。 之前吴卓琳闺蜜,明媛国秀云向媒体透露,这吴卓琳外籍女友Andy的母亲曾经向吴卓琳索取一个月几万元的生活费,她更质疑吴卓琳是受人摆布,自导自演一出闹剧。 据5月3日香港媒体最新报道,吴吴卓琳因担忧女儿安全,计划飞赴加拿大劝她早日回家。 据报道,吴卓琳本来想低调处理家事,又担心女儿反叛所以一直让步,起料吴卓琳竟然公开在网上求助,加上Andy母女联手教唆,令吴卓琳忍无可忍,决定亲自到加拿大把女儿抢回来。 报道还称,吴卓琳去年已经搬进位于香港大坑的千万豪宅,但她还是舍不得卖掉以前居住的三层村屋,即使有人开出七千万的天价。 因为那里是吴卓琳当年回香港定居时买的第一套房子,那时吴卓琳才12岁,还是个听话的孩子,房子里有很多母女俩的开心回忆,所以吴卓琳不舍地卖掉。 而且她知道女儿现在反叛,希望有自己的私人空间,所以打算把房子留给卓琳住。 虽然现在吴卓琳还在加拿大,但是吴卓琳已经做好迎接女儿回家的准备,日前港媒就拍到她带着飞庸前去旧居打扫除草。 不管怎样,希望吴卓琳能感受到妈妈的良苦用心,早日回到她身边吧。